今天是你的好朋友优霞、黄文贤 请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节目就要正式开始了 Let's go 最近呢,李洋滥坐的事情呢 如果我买对号的车票才不理他 因为他自己为什么不买对号车票 70岁的人还是要滥坐给80岁的 那他有没有跟他们那些小朋友讲话呢 而在那边抱怨 而我最近呢 觉得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就想到了几年前 你的浪作的问题 拜拜 你好 谢谢收看 今天游侠有枪滑的调 最近呢 李洋浪作的事情呢 在网路上闹得沸沸洋洋 那其实我 从小到大 我看到需要的人我就会浪作 可是如果我买对号车票 我才不理他了 因为他自己为什么不买对号车票 那如果说 我看到有需要的人 我原则真的都会浪作 不管我几岁 因为以后可能 70岁的人还是要浪作给80岁的人 那 李洋他有没有说出他的需求呢 他有没有跟他们那些小朋友讲话呢 而在那边抱怨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你如果抱怨 你只是让那些年轻人觉得不愿意浪作 我还是觉得浪作是一种美德 而不是一种强迫 没有必要强迫我们的年轻人 要把浪作变成他的工作 而且浪作是要浪作给需要的人 而不是浪作给老年人 不要老年人认为我是老年人就必须要浪作 其实很多老年人他是觉得 我不需要你来浪作 只是现在老年人多了 老年人对这种事情的看法变成这样子的时候 已经把浪作变成一个不对的事情 那我觉得不外做还是需要保留 而我希望所有的人把位置浪给需要做的人 但是没有人在有需要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不外做 因为不外做本人就是椅子 大家都可以做 请把位置留给需要的人 如果没有人需要 你自己来做也可以 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跟别人讲 希望别人把坐让给你 谢谢他 有这份善心 而我最近呢 觉得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就想到了几年前 我看过了一个影片 我等一下要把影片放在最后面 那就是我们要不要发明一种叫做浪作贴子 其实呢 上一次看高雄电影展的时候 浪作贴子是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 他都会送一张 可是因为家里出了一些变故 我身上的浪作贴子都不见了 那浪作贴子还蛮有趣的 那我在影片的最后呢 会把浪作贴子的影片给大家看 那有浪作贴子是不是贴上去之后 跟人家告诉你说 我现在需求什么呢 我现在需求被浪作 让你不好意思开口 又可以开口的人 而得到了一个浪作的机会呢 在影片的最后这个这个地方 我会把浪作贴子2.0 这个影片po在这边 让相怨又不好意思开口的台湾人 有解决的方法 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 黄文贤 谢谢收看今天游侠的不负责任讲评 今天的解决方法是 浪作贴子 可能可以解决浪作的问题 拜拜 谢谢收看 节目结束了 有什么疑问 留在下面的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答你 下次节目见 拜拜